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董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我們大家都有回到台灣民進府 我們不是回娘家 因為你會看到我們現在有那麼多的見識 就是游先生我們的對主 他如果經濟上的剛好 他都會一直加健到現在他也要去便所 我們要上洗手間就很方便 在一樓那個地方 修仙 我要向到秘書長的命令 來跟大家驚討說 我們這次去美港 我們穿的這張ID卡很好用 因為本人也有去 剛才用了很多便 這張在美國跟日本真的很好用 修仙 修仙跟大家 因為我們要告訴大家 所以大家沒什麼壓力 修仙跟大家說 我們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這次去華盛頓DC9會的這些趣文 在2008年的時候 二月初日 我們台灣民進府 他是軍紀萬國公法建政法 在台灣台北生立的 他那個時候我們成立 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美國他們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後來美國軍事政府 他們要簡稱叫做美國軍政府 所以我們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要對他們簡稱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台灣 現在我們說台灣民政府 就是現在像美國他占領伊拉克 他也在伊拉克成立 伊拉克平民政府 我們為什麼不是叫平民 因為我們本來是叫平民 是不一樣要簡稱叫台灣民政府的意思 所以人家要問 我們就可以解釋說 我們之前是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現在改台灣民政府是 從那裡延伸過來的 我們雖然在2010年4月25日 我們在台北基辦一個全球代表大會 專給代表大會那時候 有農民黨、有親民黨 有農民黨、有民主黨和共和黨參加 我們學習美國 美國有民主黨、共和黨 但是這裡參加的 沒有民進黨、沒有國民黨 因為美國他只邀請 我們林志森博士所領導的這個團體 我們這個團體 各美國這個團體 後來我們有跟美國登記 成立民主黨、共和黨 所以我們那時候全球代表大會 就是這些黨、這些黨在參加 那時候我們有選出我們的主席 再來 2010年7月設施 臺灣民政府接受 邀請在美國華盛頓 DC設立一個辦事處 一直到今天 那個 我待會有時間的時候 我放那個 我們辦事處那個 照片給大家看 我們這次去美國 我們就把他協助很完整回來 再來 202010年9月設備美國冬風 跟我們臺灣民政府 共同基盤一個集會 我們當然也是美國邀請我們的 一個集會 美國媒體說形容是 送米林以後 臺灣人最成功的集會 這就是我們臺灣國際地位 最重要的一個旅程碑 如果 因為這次只有40分鐘 可能沒有辦法放 沒有人要有時間 放1分鐘給大家看 第一次的集會 跟我們這次的集會 我們這次是第二次的集會 2011年 2011年 對不對 2011年 集會16個 我們第一次的法理學院正式成立 那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到80幾屆了 古早第一次是在2011年 2月16號成立的 再來呢 因為我們分年到現在三年 已經分年三千多個了 美國他也很想不到說 我們臺灣民政府很厲害 有辦法撐三年 完全都沒有外援 都沒有外面的給我們集會 都是我們所有的學員來上課 這些學位 下去經營這樣 有辦法動三年 而且 還分年到四千年 所以第二變的 是三年後 就是2013年 2013年9月初六 臺灣民政府在華盛頓基盤 第2變的 四季酒店 基盤第2變的集會 兼記者會 那個 就是說 當然這個集會 記者會 也是美國 邀請我們做會辦的 那時候 我們有邀請 ABC電視連播網 就是2012年 轉換美國總統 歐巴馬 民主持人Scott Schumann 他來府中主持 這天是 我們台灣人 很熱烈慶賀的 府中主席 他有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講 待會 應該有時間跟大家報 他主席 他就是宣告這一篇 我們這 這一個裡面的那個內容 他裡面的 大概就是說 要求美國要比照流球模式 讓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履行政見 我們不要再用中華民國的負責 我們要用美國 USMG 發給我們的旅行政見 我們不是叫負責 我們叫旅行政見 我們要求美國要給我們這個東西 當然美國到現在 要不把我們恢復 我們期待四月 四月份的時候 歐巴馬要訪問日本的時候 可以把這件問題 這個問題提出來講 我們是期待這樣 給大家報告 我們去集會的那個儲物 我們是怎樣 我們在機場 我們怎樣使用 我們這張卡 因為 本來我們要去參加 第二篇的集會的時候 我們一定只有十八人而已 所以那時候 我們只要十八的上面記票 後來跟報名截止的時候 有三十二人參加 民主黨就說 這麼多人要參加 每一個人很重要 都不能參加 所以他就說 好 就把我們三十二人都一起去 後來他就趕快再去搶購 十二張機票 我們要去的人 一個人要十萬塊 一個人要自備十萬塊 十萬塊是只有幾票 跟飯店的錢而已 其他吃 吃都 去到那裡都要想辦法自己吃 但是當然 民主黨他也 他也請我們吃幾個回來 所以去那邊吃 吃還是吃自己 十萬塊 所以我要去一個人 十萬塊也不簡單 想說 也很蠻大的一個數字 想不到還有三十幾個人參加 後來我們就分成兩隊 第一隊就是潘信信副主席 他帶十八的人 到第一隊 後來我就是跟夫人 跟潘良晃副主席 剛才演講那一位 還有郭總會長 我們頂頂十二的人參加第二隊 因為我參加是第二隊 所以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 第二隊的一些趣聞 那一隊就是 九月設施的時候 才九點 我們三十幾個都 為桘良晃副主席到 東京 後來呢 潘信信副主席 他剛才娶十八的人 為東京 背到抵特律 抵特律的時候 還搬到 華盛頓DC 華盛頓特區的雷根機場 第二隊 就是我們十二的人 為東京 背到亞特蘭大 然後從亞特蘭大背到雷根機場 因為我參加第二隊 我跟大家說一些趣味的事情 當我們從東京 在第二隊 當我們從東京 差不多會到四點五 很順利 坐上美國的達美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的婦人機 然後背到亞特蘭大 八十幾點鐘 十幾個小時 總算到了亞特蘭大 當我們到大天的時候 我們看到亞特蘭大海關的大天 人背到頂頂頂頂頂頂 比我們今天的人 要跌在那裡 都背的人 都是人 然後如果要過海關 需要一兩點鐘 但是我們的婦人機 又四十五分就要背了 因為天上去背的時候 有些婦人機有背後 沒有跌倒到 那 背到來一定不會有 我們的婦人機一定 飛機不可能等我們 那 我們要坐下一班飛機 有可能下一班飛機 不知道幾點 也有可能出兩位三位 不可能一次十二位 都讓我們一起上去 那邊我們就要 影響到 我們隔一天要辦集會的 事情 那時候夫人就很緊張 就把我們大家聚集起來 召集起來說 我們來開一個臨時 集思廣議會 看 想辦法看 有辦法讓美國海關 我們可以快速通關的方式 後來潘良華副主席 他就說 美書上有做邀請函 我們這次邀請美國來參加 我們的職會 我們有設計一頂很漂亮的邀請函 裡面全部都是英文 英文版的邀請函 我們就說 沒有來拿這頂邀請函 還有幾票 還有一張 這張我後面去美國 我錄得 我磨損很多 說還有我們的身份證 來給他試試看 問說看可以讓我們 拜託他 讓他快速通關 不要在那幾票 兩點多錢 這樣婦人家會背 因為夫人他外語比較好 我們十個月 他講得最好 所以我們就說 不然你去試試看 夫人就說 好啊 他無法推遲了 他就說好 他去試試看 他就拿記票 邀請函 還有這張新聞前 去跟美國海關溝通 結果差不多十多分而已 他就跟我們握手 來來來 快點 他旁邊的過台 要開給我們十二的過 我們很嚇他 他就說 蛤? 真的我們 我們真的有辦法跟 跟他溝通說 讓我們可以過這樣子 我也第一遍 出國 第一遍說 走特別海關的關口 我們以前都對人 一禮拜平常的這樣 是不夠去美國 那天是第一遍 走特殊的海關的關口 我們過 我們就慢慢走走去旁邊 結果過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準備 機票 還有邀請好 還有我們的身份證 他給我們看一看 過過過 就十幾分鐘 都沒辦法 都沒把我們刁難到 十幾分鐘而已 就讓我們所有的人 都全部通過了 所以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跟美國打的 第一個外交戰 十幾分鐘就搭乘了 很厲害 比民進黨 跟國民黨更厲害 所以你說 這其實可能 就美國 他們也都知道 他們也知道 我們拿這個身份證 既然比中華民國的複照還好用 後來呢 我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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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大家看 我們就出 那個海關 在海關的機場 然後我們全部 就說好了 在雷根機場的時候 大家都聚集之後 大家一起出去 所以我們在雷根機場 大家都在那拍照 在那拍照 在那拍照 我們去到飯店的時候 已經晚上八九點了 那時候晚上沒有 他已經那麼晚了 結果你看 他剛開始 把我們掛不對 把我們掛中華民國的國旗 我們就隨便他抗議 說不對喔 這個我們跟中華民國 完全沒關係 我們台灣民進府 有我們台灣民進府的旗 隔一天 他就隨便換 因為我 掛完 把我們掛中華民國 跟台灣民進府的旗 都掛起來 我們就跟他抗議 不對不對 我們跟中華民國完全沒關係 因為美國馬上 飯店也很好 隨便換 馬上幫我們換 你看 這就是我們民進府旗 這是華盛頓特區的旗 這飯店的旗 這美國國旗 馬上換 所以他很注重 你看美國他也很注重 我們跟三十幾個人 他就把我們掛旗 我們去日本三次 三年 一次都百五個 去住那個巨蛋的飯店 結果齁 第一邊去 一個 一隻 把我們掛旗子掛了一、兩點鐘 我們大家都在飯店裡 就把我們收拾起來 我就去看他 他 他要把旗子掛在公告欄 公告欄都沒有人看的地方 我說 你為什麼不可以把我們掛 他說 他意思是 他可能也不想得罪國民黨 或者是 共產黨 共產黨 他就說 他都不會掛旗子 他說 我們百幾個人 記得還不敢跟我們掛 我 我就跟他一直跟他爭取 說 我們來你們家 我們百外的人 你雙眼也把我們的巨蛋伸上去 他說 他沒有去跟人生肆 沒有去跟人生肌 我說 他說他沒有養肝 我說 剛開始找不到 後來我就去找找找 去我找到 我說 養肝在那裡 為什麼不生 他說他們沒有再生肆 我說好喔 你說你都沒有去生肆齁 我就看 你所有的養肌都不能生喔 他真的跟人家自己飯店去 我們住四天 他真的 那四期期間都很不生肆 第一年這樣 第二年這樣 第三年也真的這樣 我想說 好 日本人這麼不肯 你看美國 我們不去他就給我們掛 當然他是掛不到 我就隨便跟他講 他就隨便 但是日本三年 八五的人 住在那裡飯店 記念都很不敢 生我們的肆 我希望我們今天去 他們勇敢一點 他們飯店去 他們的飯店去 他們的日本去 還有我們的肆都很生 不要說都很不敢生 日本跟美國 不同地方就是在這邊 這就是我們隔一天 要去四季酒店辦集會 這個是我們在文化飯店住宿 文化飯店的大廳 一些通信在那裡拍照 這就是隔一天 我們隔一天的六點半 我們四季酒店就要辦集會了 我們兩點半就去了 我們有一些通信很早就去了 剛才他們的員工把我們的旗子掛上去 有的文化通信有人拍照 我撿到 掛好了 那四季酒店就很高興 大家都很高興說 美國把我們的旗子掛上去 這是我們的主席 我們的政根主席 我們第一次的主席 他是在台灣頭醫學院 唯一在日本頭醫學博士 所以他就留在日本行醫 很幸運 秘書長搖簽他做我們的主席 所以我們有很多 這次酒會我們就花20萬美金 只有酒會這樣賺錢就20萬 主席他一個人就出10萬塊美金 其他秘書長要自己賺10萬塊 所以我們的主席對我們民政務幫助好大 很感謝他 我們同心去的都在那拍照 因為我們的旗子要去掛上去 我們的臺灣民政務是要掛上去 實在真的很不簡單 和外國人他在看他 他就跟我們在同樂在那拍 這就是我們去酒店 四季酒店那個 你看他們四季酒店他現在也跟我們說 台灣西部政府 華盛頓的現場 就是我們辦酒會現場 一堆一個會議廳 六點到晚上九點半 他也都跟我們公告在那 就是我們的來賓 貴賓來的時候他們看就知道 他要去參 怎麼做 因為我們台灣都沒想到準備節目 所以我們高山一些朋友 我們一些酒店 臨時尾網路抓住了 在那拍節目 說慢頻 待會兒冷藏的時候 趕快我們自己的節目上去 那邊冷藏 因為我們第一邊 第一邊的酒會看就知道 第一邊的酒會 美國我們那時候 完全都沒有 還沒開始 法理宣言還沒開始 沒什麼志工 也沒有錄影設備 那都 美國人跟我們農業 送給民術廳 還來copy幾百塊 讓我們認購 結果你看就知道 美國人一堆 台灣人一堆 都沒有互動 我們台灣這邊參加 大部分都是 10幾位的人 大部分都是年紀很大的人 可能 也不好意思 可能沒有這種外交的經驗 都不敢跟人說話 這次去我們就不一樣了 給大家看 進步很多 美國人說 你們台灣民政策進步好多 但是那時候就是都沒有人 那時候對民術廳走兩百塊 都是 老人 現在很大部分 年輕人很少 你看他們 他們的員工很認真 跟我們寄得很正確 主席 跟大家在那裡討論 等一下 這一位就是 我們酒會的總策劃人員 他美方的總策劃人員 他在那裡跟我們說 我們等一下程序要怎麼做 你看 我很快 現在 現在就是 大家在那裡 六點半到了 就大家準備好了 在那裡要歡迎貴賓來 貴賓一個一個來 這第二邊的酒 二邊的酒會跟第一邊的酒會 差好多 我們進步好多 這一位女士是在美國國務院上班 我剛才有跟她說不到 所以我知道她 我們有安排 你 每個位置都有占人 哪個貴賓進來 我們就一定要趕快去跟她打招呼 不要讓她在那裡 都 都沒有人照顧 所以我們在那裡就安排得很好 所以我們第二次酒會辦得很成功 這就是我們的主席人 Squad Schumann 他 他也蠻早的 很早的來 然後 有一位 我們有請兩位 那個美國的 年輕人 坐在門口 筛選 就是 不是親菜人可以筛選 一定是 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還有我們的邀請函 我們才可以請她進來 因為剛剛聽說有人要去亂 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準備 美方那邊也充分的準備 王州長他去 他就趕快跟大家交換名片 然後互動 這一次就互動得非常好 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樣 每個貴賓 我們都沒有給她 沒有給她 沒有給她做冷板凳 我們都跟她一直在溝通 大家看一下 這位婚禮都很老 這一位先生 拜託我這一位先生 是美國國務院一個 一個特派記者 他第一批的酒會 他也有給我們拍第一批 他也有給我們拍一批 他也有給我們拍 所以可能是美方請他來拍的 他那邊好認真 這個已經開始 6點半開始 主持人就在那裡 就主持 然後主持就上去宣讀 我們的 他最重要的這篇 這個演講 我說第二 就是我們在華盛頓 第二天就辦了 很成功 然後第二天 我們就去拜訪我們的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 有一些早期的童心在那拍照 他的編號是120 就是這棟是聯邦大樓 那那個 我們買一個聯邦大樓 他每一樓都有一個會議廳 他的辦公室都很小金 但是很貴的 租金一塊十萬塊 我說 由他 由他兩千塊十年 七月花時間租 到現在 我們每個都要付十萬塊 大家公共付的 都是你們來的 那個 繳的費用裡面都有付到 所以一個月十萬塊好貴 我們要進去 沒那麼簡單 我們剛開始 他那兩關 第一關 他的警衛 我們大家都要先拿這張 讓他的警衛看 看完 他都把他輸入電 如果沒有問題 他就打一張 你看 大家都掛一張名牌 白色的名牌 打一張名牌 你都要帶他現場 第二關 還要收身 還要敲現場 說你有帶什麼東西 然後還可以 進去 坐電梯開我們的辦公室 每一樓都有一個會議室 如果我們一個國家有中央的時候 可以照樣的會議室 我們去照樣的會議室 我們去照樣的會議室 在座檯 大家很高興 因為第一邊去到那個地方 主席 本來主席也對我們去 他也跟我們去 他當然他先去 這是我們辦公室的 那個 尚條就是要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辦公室裡面 你像伊拉克平民政府 伊拉克也有在這個 這棟大樓設一個伊拉克平民政府 駐美代表處 因為美國 華盛頓特區 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政區 他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他就跟辦公室裡面 主任連絡之後 他就傳回他的國家 這是很清楚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兼合眾國代表處 雖然這間沒有大間 每一間都小間 但是都大間都很貴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那個 很安全的那個設備 這每個人去都 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幾十幾點前到我去到那裡 所以每個人都在那邊拍照留念 好 這你看 這聯邦大樓的外表 這位對人 從對面拍 就設一整棟聯邦 美國只要軍事佔領的人 人的國家的時候 他就是一定要設一個平民政府 因為 為什麼他怎麼不去叫民進黨 叫國民黨 去設平民政府 為什麼要 叫我們的現在領導人 林志森博士所領導的 這個台灣民政府去設一個辦公室 因為 因為我們去告美國 我們去 我們啦 比如說我們大家去告美國 美國知道我們已經精神了 我們都知道 所以這個團體他認同 所以我們去那裡做錯 上面是在他們那裡做錯 所以民進黨跟國民黨 他不懂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國際的法律是什麼 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有 他邀請你去 我們去他設一個辦事處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小蔡你幫我辦美國政府組織 現在簡單就是跟大家報告 說我們去美國華盛頓 還有我們美國辦事處的那個 那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阿貴會制定一個新的憲法 我們要制定憲法 我們裡面一定有參議員跟眾議員 這是美國美國的足足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簡單報告一下 阿貴可以大家做參考 當然你們可以去網路抓 這網路 我也是從這網路抓 你們可以在網路抓 以後我們要做一個新的憲法的時候 這可以做參考 美國他的聯邦政府 有分三大部門 立法、行政、司法是三大部門 美國憲法 對每一個部門的職權 都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 我直接給我辦12的行政 我本來先跟大家報告行政 因為立法和司法大家都已經說過了 我說行政 好像第12 對 我跟大家介紹 美國行政的那個 那個組織架構 美國 美國行政的分支 規模遠遠超過聯邦政府的其他兩個分支 美國總統是行政 部門最多的領導人 任期四年 副總統和總統 當時動算 一旦總統如果起勢 算是工作能力 或是讓坦克定罪 你做到八面的孫 副總統的繼任總統 雖然行政部門 和其他兩個部門的管理都最頂 但是總統在政務當中 享有最大的個人的管理 這是美國白宮的照片 我們這次去也都有去 我們都有去參觀 國務業白宮武家大廈 我們都有去參觀 所以我們的行程排得非常慢 再來跟台北說 美國總統 美麗跟美麗間合眾國的 國家元首稱為總統 因為有的國家是國王 或是日本的天皇 英國也是女王 甚至美國最高的元首是總統 總統當時是美國政府最高的領袖 和三軍的統帥 根據美麗間合眾國的憲法 第2條第一款的規定 總統要摸十三十多歲 古記在美國十四年以上 也一定要是 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 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 通常從改歲公式出席的時候 是合眾國的公民 聽說是憲法通貨的時候 是美國的公民 因為美國憲法不是一開始建國就有憲法 他剛開始 他好像是建國以後 七年八年以後才有 剛開始他一定有很多 我們那時候中國也有很多人去那裡做工 跟鐵路那些 那些人沒有制定憲法 就已經在那裡 但等他們制定憲法之後 那些工人都沒有離開 當然就變成美國公民了 只是給那些人優惠 不然今天都是要在美國出席的時候 可以成為美國的公民 他們的國民跟公民有兩種 他們的公民就是有投票權跟被選舉權 如果一般的國民 你要教學可以做公民 但是沒有投票權 也沒有被選舉權 只有公民可以有這個權 當然這是我們要學習的那個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現在清醒 現在台灣公民跟台灣國民 所以還是公民可以投票 公民可以選舉 美國官員當中由於政府總統兩次 由於出生的時候 是合眾國公民的任職要件 這很重要 這個我們一定要作為參考 再來總統的管理跟政府 他有包括 人民最高的法院就是法官 和下級聯邦法院的法官 這是由總統來任命 但是所有的任命要得到參議院確認批准 一定要參議員來確認批准 任命政府各部門的部長和直屬機構的負責人 所有的任命都必須要得到參議院的確認批准 所以參議院他權力很大 如果各位以後有變我們台灣民政府參議員的話 一樣這很大的權都要管理 再來擔任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擔任民意國家的元首 談判簽署國際條約 以及跟美國印第安部落的條約 總統他有權力去 就是總統他的權限是做談判跟簽署這些 但是所有的條約要經過參議院通過批准 否決國會通過的立法提案 下勉還是換期執行聯邦罪處罰 但是坦克罪是除外 坦克罪可能是談判那一方面的 再來美國副總統 美國副總統是總統的第一繼任人選 檢美國參議他們的議長 所以美國參議他們的議長 就是美國的副總統 再來總統的接班程序 國土安全部是聯邦政府當中最新的內閣一部 政府部門的成立日期 他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原因是當總統身亡 或是送食工作能力的時候 由副總統繼位 而當副總統有法繼任的時候 接任總統職權的順序如下 第一個副總統沒辦法的時候 副總統就是參議院議長 所以沒辦法變成綜議院議長 變成接任總統 再來參議院臨時的主席 再來各部的部長 基本依各部成立日期跟順序排列 當然國務卿是居所要 國務卿是第一個繼位的人選 再來 美國聯邦行政部門 總統跟副總統領導的行政分的部門 設有15個部 跟多個專門機構 他們構成日常所說的政府部門 這些部門付貫徹執行法律 提供各種的政府服務 美國聯邦行政部門 是美國聯邦行政機關裡面 最高努成立的主要團體 美國國務院 第一個就是美國國務院 所以國務卿 他是第一繼任人選 再來戰爭部 再來美國財政部 他都是在1789年裡面 最差沒有幾個禮拜裡面 同時成立的 每一個聯邦政府 行政部門的首長 也是都受到政治任命的 美國內閣部長 從1792年開始 聯邦法律規定 內閣部長制定是美國總統 即位順序和 即位順序和要求的成員之一 所以他們成立的部長 什麼部什麼部成立的日期 就是未來 作為他們繼任總統的順序 最重要的 再來美國 十五個部門 第一個部是農業部 第二個部是商業部 第三部是國防部 第四部是教育部 第二個部是能源部 再來就是衛生和公共服務部 國土安全部 住房及城市發展部 內政部 司法部 路公部 國務院 運輸部 財政部 還有退伍軍人事務部 他美國有15個部 目前現在中華民國 他是好像八個部 好像最近又有成一個新的部 那九個 美國有15個部 這也是我們可以做參考的 不一定是要照常華民國 現在的行政部門 這個組織架構 我們也可以自己有一個新的 再來 跟大家報告就說 上訴和部長都是由總統來自民兵 經過參議院來批准 軍機法律 部長是總統內閣的成員 也是總統在相關領域的顧問 總統可以讓某一些高級行政官員 享有內閣的地位 好重要 所以總統他信任誰的話 他可能某一個人他就是很重要 他會很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 現在司法 司法我們是跟司法部 司法大臣去解釋 我們就不要跟他解釋 我 我們可以放一分鐘 放一台 第一次酒會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酒會跟第二次酒會 什麼不一樣 可能大家有沒有看過 要不要去看過第一次酒會 沒有 現在 因為那個PM好像都賣完了 因為 我們網路抓不到第一次酒會 第一次酒會是 我們做的 那時候都電腦 那時候還沒有受訓 還沒有開始受訓 第二次你們網路就可以抓 美國他們也是七八十個人參加 我們那時候才十幾個 那台灣這邊我十幾個參加 現在很多都是美國那方面的人 直接過 那台灣這邊真的過好像五六個人 沒有 沒有 那所有的攝影齁 那些都是美國都被安排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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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根 有 沒有 如果 所以,我的資料是美國的法律和總統 如果你問我一個問題,我可以給你一個教育的回答 還有沒有下謊,問下一個,誰敢問是要過 其實這些都是美國他們自己的技術,訪問他們的官員 然後管理第一次的那種 不知道有人在拿這個東西回去 就是訪問外國官員那些 沒有,沒關係,那就算了,可能 那個跳掉好不好,跳掉 那不用好了,這樣就大家知道,可以去那個 可能時間快到了 現在就是要跟大家很重量說一項 我先從後面說一項 就是說那個西藏就是達賴喇嘛 他不是帶一項人 從那個 從西藏流亡到印度的德蘭沙拉 印度北方的德蘭沙拉 他們二十幾萬人流亡在那裡 都在那裡有去一間很大間的寺廟 他們自己叫死嘛,什麼事什麼事 那當時如果選舉的時候,他們二十幾萬個人 他們自己選他的議員 他們也有國會議員,也有總理 他們自己選他的議員總理 最頂的在印度,他們十幾億人口 他們也自己選他的議員,他的總理 這大家都可以分得很清楚 各選各的都沒有什麼疑問 但是呢 當這個雷搬來我們台灣 蔣介石集團帶六十幾萬的台軍來台灣的時候 照你講,他國際戰爭法 他要幫我們六百萬人 那時候 六十幾年前那時候台灣是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六百幾萬人 他要幫我們六百幾萬人成立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然後他們自己成立一個流亡政府 選去的時候,他們流亡政府六十幾萬人 他們要自己選他們的議員,他們的領導人 我們六百幾萬人要選我們自己的 就像印度這樣,印度西藏選他們的 印度選他們自己的 但是講這是沒有感覺 都沒有感覺 整個跟我們 在1946年12月施日當時 他將所有的台灣人都變更為中華民國國籍 都沒有經費,都沒有讓我們的組繩 沒有人要讓阿公阿嬤做他們兩年的選頂 這有國際法來講 你要讓台灣人兩年的選頂 你要做中華民國的人 或是要回去日本 但是都沒有 都沒有 只割超一個月 就全數的 人都變中華民國國籍 就叫我們都去他們選舉 選市長、議員或是什麼 總統都是我們去跟他選 那這個是 這樣大家這個錯亂 讓我們台灣人都搞不清楚 其實 照法例來說 我們是六百萬人選自己的人 他們選自己的人 但是現在都南南做會 而且選一票 你去投一票 被選舉人有30塊 他可以拿到30塊 還有他的政黨可以拿到50塊 你看 那是我們去選舉 我們還要給他錢 這全世界也沒有這個動力 不怪他們的人很愛選 台灣人都搞不清楚 不怪民民進黨 他也不弄台灣人 他也搞不清楚 他也很愛選 他的選 親財選都都有錢而已 這樣是 這是一個很 就是都 把我們台灣人那種 法律 這個國際都沒有把我們搞 然後把我們 就讓我們 錯亂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阿階 當然我們分得很清楚 我們這個新聞證有分 公民跟國民 以後選舉 我們選我們的 當然做法民國 我們會請美國 你如果不要請新聞證的人 不想申請身份證的人 就是你阿階 你就是不想留在台灣 兩年來 兩年內 我們會請他離開台灣 離開台灣當然是 我們跟美國 跟中華共和國 都參與 平坦島 馬祖 金門 就是不要請新聞證的人 阿階 可能就是去了 不然你還移民去外國 就是這樣 如果要請新聞證的人 不管你是國民 還是公民 你就是留在台灣 公民就是有選舉款 跟比選舉款 但是國民就是跟美國一樣 沒有選舉款 沒有比選舉款 不能決定台灣未來的命運 但是他可以留在台灣 吃頭路 納稅金 國民當然是一樣 吃頭路納稅金 那些都一樣 但是再加一個 可以選舉跟被選舉權 我們十分鐘到了 那我就大家感染 我們介紹成這樣 所以我們不請新聞證的人 或是你有親身朋友不請的人 請你一定要跟他說 要緊請 沒有 我們執政的時候 四十萬換一塊 你沒有新聞證的人 應該是四十萬換一塊 四十萬換一塊 那個沒有生分證人 四十萬換一塊 就是以前 蔣介石給我們四萬換一塊 我們現在就說 你不要請新聞證 秘書人就說 以後要變成四十萬換 四十萬換一塊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請 除非你不想留在台灣 我不想留在台灣 我們就另當別論 好 大家跟我們介紹 所以 大家 要趕緊把你的親戚朋友 要不要請身分證的人 請他趕快來辦身分證 如果他們來上課 當然是更好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學校休息 樓腳一樓的餐廳那邊吃飯 一樓的餐廳那邊用餐 好 謝謝 下午 下午是1點20分開始上課 阿波 阿波是1點20分開始上課 1點20分 謝謝 秘書到桌子底下 方便旁邊人走路